因为时差的关系 美国纽约在现在才即将迎来2024年 在时报广场估计大约有100万人涌进来 您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当地的同步画面 气氛非常的嗨 但是跨年夜当天 纽约市区仍然出现了不少民众上街挺巴勒斯坦 让警方严加戒备 3 2 1 Happy New Year 跨年前戏 美国纽约市时报广场的水晶球 展开最后一轮测试 确保跨年倒数时能够顺利升降 纽约市警方稍早开放时报广场的出入口 大批民众蜂涌而上 希望卡个好位置欣赏跨年烟火 不过要进入时报广场之前 得要经过警察收声 大批警力部署时报广场周围 欢乐中带有一丝紧张气氛 我们看到警察业业业 在手机上站在街上 你每天都没有看到 除夕当天仍有不少挺巴民众 在曼哈顿街头示威 时报广场还有一场静默游行 位在战火中丧生的加萨儿童默哀 虽然警方事前没有接获具体威胁 但跨年前估计多达100万人 挤进时报广场 警方严加戒备 避免任何意外发生 Isaiah 621 voy۔ Zither Harp 继续是禄 无法忘了 sticky young people 等待跨年的民众 依然兴高采烈 准备迎接新的一年到来 林裘任编译 感谢观看